男子未躲避原警 竟从大学四楼高处坠落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20日下午 桃园市卢珠区某大学传出坠楼案 死者53岁全姓男子 涉嫌猥亵亵国小女童 还拍下上百部影片与猥亵照片 警方获报 全男在桃园某大学参加训练课程 立马前往查器 盘查过程中 全男借口回教室拿书 在四楼走廊却突然挑床坠楼 原警都阻拦不及 他是校外某协会 向我们学校借场地 进行他们协会的内部的训练课程 校方也撇清关系 神明坠楼男子不是本校学生 警校人员到场 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松衣后不治 辖区如警方已通报桃园地检署 厘清坠楼原因 全男疑似涉嫌 敖哨罚等案件 远警到校抓人 没想到发生坠楼身亡意外 除了验证死因外 也要厘清警方有无疏失 记者刘志展 王洋洋桃园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